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八年抗战,中华民族齐心协力,二四大发明,古代智慧照亮世界,三鲁迅文学巨匠,发人身形比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八年抗战,中华民族齐心协力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那段波澜壮阔,悲壮感人的历史,八年抗战,也就是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 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一段饱含深刻教训和无数英雄传说的时期 首先,我们得承认,八年抗战期间,中国的情况比一部大型灾难电影还要复杂 想象一下,你正在和家人团聚,突然一个不请自来的邻居闯进来,还想把你的房子据为己有 这不仅仅是关于失去物业的问题,这是关于生存和尊严的战斗 日本侵略者就是那个不受欢迎的邻居,而中国就是那个必须团结起来保卫家园的大家庭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牺牲精神 从国民政府到共产党,从城市的知识分子到乡村的农民 甚至包括许多外国志愿者,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齐心协力 这种团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战火和苦难中逐渐凝聚起来的 有趣的是,这种团结有时候表现得相当有创意 比如,为了宣传抗日,中国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电影和戏剧 其中有一首歌叫《黄河大合唱》 这首歌如此震撼人心,以至于有人戏称 如果把它放在黄河边上播放,那震耳欲聋的音量足以把日本侵略者吓跑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百团大战 这是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游击战 参战的游击队员们像是在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只不过,这个游戏的赌注是生死 他们在敌后地区搞破坏,攻击日军的补给线 让日本人头疼不已 这场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也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物资短缺,经济几乎崩溃 但即便如此,人们的抗战意志并没有被摧毁 相反,这种艰苦的环境反而锻造了人们的坚韧不拔 有人说,如果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能够忍受那样的苦难 那么现代人应该能够轻松应对任何艰难的工作日 最终,经过八年的浴血分战 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 它证明了当中华民族团结一新时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征服这片古老而坚韧的土地 所以,八年抗战是一段充满痛苦与荣耀的历史 它告诉我们,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未来的启示 而且,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有点艰难 想想那些在抗战中坚持下来的人们 你可能会发现,其实你的挑战还不算太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四大发明,古代智慧照亮世界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些古代中国的大脑洞 四大发明 这些发明不仅照亮了世界,而且让后人们在使用时不禁感叹 哇塞,古人真是太聪明了 首先,我们得先点名这四位古代的明星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这四位一出场,就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 造纸术,这可是古代的信息革命 想想看,在这之前 人们要写字,得在授骨上课 或者在龟甲上画 不仅手酸背腾 还得时刻提防家里的宠物归不慎成为文献资料 菜伦大大改良了造纸术 让纸张变得既便宜又方便 学生们的考试卷也从此变得轻飘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考试就变得容易了 接着是印刷术 这可是古代的文化传播神器 当时的人们发现 原来把字刻在木板上,再沾上墨水 就能一次又一次地印刷出来 这比手抄快多了 这样一来 数据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知识的传播速度也快如光速 好吧 可能有点夸张 但绝对比以前快多了 这就像是古代的微博转发 一下子就能让成千上万的人 看到同一篇文章 然后是火药 这个发明 可是让古代战争炸裂的开始 最初 道士们在炼丹时 偶然发现了这个能炸开山石的东西 后来 人们把它用在了军事上 发明了火箭 火枪 炮等武器 让战场上的对抗变得更加轰轰烈烈 当然 除了战争 火药在矿业 建筑等领域也有重要的应用 不过 最炫的还是每年春节的烟花 让天空都变成了古人的画布 最后是指南针 这可是古代的GPS导航 在这之前 航海家们出海靠的是星星 但在阴天或是大海中央 那些星星就不那么靠谱了 有了指南针 航海者就能准确知道方向 大大减少了迷路的风险 也让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繁忙 这四大发明 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它们向四盏明灯 照亮了人类的道路 让后世的我们在享受 它们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也不禁感慨 古人真是太有才了 不过 别忘了 每一项伟大的发明背后 都有诸无数字的试错和改进 所以 当我们 在用逐这些发明时 也许可以想想 我们能为 未来的世界 贡献出哪些新的发明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鲁迅文学巨匠 发人身形砥砺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 要来聊一聊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 重量级人物 鲁迅 这位先生 不仅仅是文学巨匠 更是一位 深刻揭示社会矛盾 人心弱点的文学外科医生 他的笔 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不仅剖开了病患的笼包 还直指人心的腐朽之处 鲁迅的作品 你们可能都听说过或读过 阿Q正传 狂人日记 呐喊等等 这些作品 不仅仅是文学的经典 更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到了 那个时代的 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 但是 鲁迅先生的幽默感 也是不容忽视的 比如说 鲁迅先生在 《狂人日记》中 让主人公疑神疑鬼地 认为周围的人 都是痴人的妖怪 这不仅是对 封建迷信的讽刺 也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而且 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 不得不说 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再比如 在 阿Q正传中 鲁迅创造了一个 既可悲又可笑的人物 阿Q 阿Q的精神胜利法 让人哭笑不得 同时也反映了 当时社会的 无奈与荒谬 鲁迅先生通过 阿Q这个角色 嘲笑了那些自欺欺人 逃避现实的人们 鲁迅的比例 不仅仅是发人身形 更是带着一种 独特的幽默感 他的作品 就像是一颗颗深邃的眼睛 透过文字的缝隙 洞察社会的一切 他的幽默 不是为了斗了 而是为了让 我们在笑声中觉醒 在反思中前行 所以 当我们今天回头 再看鲁迅的作品时 不仅要看到 他笔下的批判与揭露 也要感受到 那份独特的幽默与讽刺 这位文学巨匠 用他的笔 为我们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给了我们深思的空间 鲁迅先生 不愧是一位 让人既进位 又亲近的文学大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之 八年抗战和四大发明 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 重要篇章 八年抗战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 和不屈精神 而四大发明 则彰显了 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这些历史事件和发明 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过去 也为我们指明了 未来的方向 在我看来 八年抗战 教会了我们团结一心的重要性 无论面临何种困难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而四大发明则告诉我们 创新和发明 是推动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关键 我们作为现代人 也应该发扬这种团结 和创新的精神 为我们的社会和世界 做出贡献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八年抗战和四大发明 有什么观点或疑问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